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7号到火箭军谋旅视察 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 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 推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金秋十月 江淮大地山水秀丽 风景如画 上午十一时许 习近平来到火箭军谋旅 首先查看了该旅军史长廊 该旅是一支有着五十多年光荣历史的战略导弹部队 党的十八大以来 该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 坚定举旗助魂 大抓实战化训练 出色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 在反应部队发展历程 新时代全面建设的展板前 习近平详细了解官兵学习党的创新理论 加紧练兵备战 弘扬优优传统等情况 训练场上 某形导弹整齐排列 这是该旅新唤醒的主战武器装备 习近平来到这里 听取武器装备技战术性能介绍 查看官兵操作训练情况 看到官兵操作熟练 训练有素 士气高昂 习近平很高兴 习近平通关兵合影留念 他勉励大家刻苦训练 科学训练 安全训练 熟练掌握和用好手中武器 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 感谢主席关魂 我为义劳 牢记主席此事 狂练参临肯定 坚决完成任务 随后习近平听取该旅工作汇报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要推进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在部队落地见效 突出本级党委和领导干部 紧密联系部队实际 持续深化政治整讯 扎实抓好政治建军各项工作 要坚持党队军队绝对领导 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热架下 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 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提高旅党委领导力 组织力执行力 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增强按钢抓舰和带领官兵 遂行任务能力 夯实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 要扭住思想根子问题 加强讨论辩析 严肃查处官兵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 各级党委和机关要改进工作指导 搞好统筹协调 持续解决五多问题 为基层减负 满腔热忱 为官兵排忧解难 激发干事创业动力活力 习近平强调 要强化忧患意识 危机意识 打仗意识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把部队作战能力搞扎实 有利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核心利益 要适应现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变化 紧贴作战任务 作战对手 作战环境 有针对性 加强新装备 新技能 新战法训练 加强典型行动 专攻精炼 要加强配套建设 成体系 形成实战能力 要立足实际 积极作为 探索创新 战略力量运用样式和组织模式 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 充分发挥出来 张又霞等参加活动